華為現在也是很強 亮哥也說 他真的是人工智能的百貨公司 他就沒被你打倒 我們現在看到華為 華為真的是海思 滿血回歸 2023年Q4 出貨量680萬顆 年增是5121% 大概是51倍了 然後營收來到70億美元 為什麼呢 因為華為MAT60熱銷 那不只是如此 還有另外一家 紫光展銳 這是傳音他的公司 他的手機晶片 他也是不斷有擴張 就是因為中國大手機賣得非常好 然後華為這邊 他也說我們2023年收入 是7000億人民幣 研發全世界來到了前五名 世界智慧財產權 中國大都第一名 美國第二名 但是華為是公司當中的榜首 超過三星高通 跟三菱電機等等 不過華為你不覺得 美國很多高科技公司的對手 都是華為嗎 真的哦 NVIDIA是華為 汽車也華為 然後呢 手機也華為 蘋果也是華為 對 都華為 英偉達也是華為 對不對 然後那個特斯拉也是華為 對 車子 全世界哪有這種公司 對 那這是什麼公司 然後那個 Android對手也是華為 它有HOMOMA 對對對 對不對 那大數據 我們講那個 它有那個 盤古模型 大盤古模型 就人工智能的各種模型 也是華為 對 通通都是華為 是啊 那你就想一想 這是什麼公司 就是亮哥說的 我們還沒有講到一個 我們還沒有講到一個 美國沒有的 5G 對 美國就被打扮了 5G是它的本業 對 5G是華為本業 我們本來以為 它就是一家5G的公司 結果現在 一大堆領域 奇怪什麼 美國對手都是華為 因為你要打壓它嘛 它只好自己做嘛 不對 我本來可能跟你合作 結果都做出來了 因為這最明顯就是 鴻蒙 以前你安卓 我們一起合作 你還可以收到一些專利費等等 結果你打壓 鴻蒙現在生態數 已經來到了2024年 8億部 手機 PC這些 都是終端的設備 我覺得華為會變成一種現象 就是說 第一個 因為它比較可靠 所以政府信任它 所以政府願意支持你 比如說 政府的系統 或者各種國營事業的東西 它一定是用華為 對 當然 確保安全 而且東西可靠 對不對 那接下來 人家會以你為榜樣 對 那你又不是一家上市公司 你是員工所有 對 所以 它又不會有所謂的被 在資本市場被吃掉的問題 對 那 當然也是任正非的個性造成的 就是 它就是不斷的把盈餘 又重新灌到研發 研發還有 他們的員工都有 所以 它的員工也養成了這樣的一種公司文化 對 就是技術為本 那結果它就 幾乎進入了一個 我們 這個廣義講叫做 萬物互聯的智能系統 我覺得 如果要用一句話來定位華為 它在做的 它就是一個 萬物互聯的智能平台 對 那這裡面 需要做很多東西 它 你現在就覺得它好像什麼都做出來了 對 因為它什麼都要 什麼 對 萬物都要連在一起 那因為它 萬物 美國都要抵制它 對啊 那結果就斷念出它 什麼都自己來 而且竟然還都做出來了 對 對不對 因為我們本來以為那個 軟件系統是最困難的 它還是克服 對啊 對不對 那大數據 坦白講我那天去看那個 大盤谷模型的網站 它真的就是 還是去貼近那個 中國大陸的製造業為本 是 所以它的智能系統 事實上是 貼近各行各業 不同的邏輯而生 這種現象大概也只有 只有中國大陸有 對 美國就不是這樣在理解 人工智能 是 美國的人工智能 可能更接近 是一種 純軟體的現象 比如說 比如說Chain LGBT 或者是我們說那個 現在可以幫你畫圖的 弄出影片的 那那些都比較像是從 網路裡面去幫你做歸納 去做整理 那華為是遷入製造系統 對 那它就幫助 每一種製造行業 能夠優化 然後用人工智能的方式 來增加你最好的生產的狀態 對 這個大概美國沒有這種東西 是啊 所以中國大陸 它的科技研發 是讓人類過更好的日子 優化了這一塊 這個就是 雷倩倩倩用的詞 負能 負能 對負能 倩倩用的詞叫做負能 它讓很多很多的 這個領域都有負能的一個效果 負了人工智能 對 負了能工智能的這個能 對 然後讓你各行各業都有這個能力 對 然後讓我們消費者也有這個能力 能夠接近使用它的 美國真的沒有這樣的公司 完全沒有 因為美國製造業 已經很多都已經外移了 對啊 因為我那天就看到 他在講一個煤礦 那他竟然可以針對煤礦 弄出一個負能系統 這個實在是太驚人了 對 這個 就算他連那個採煤業 他都可以幫你弄出一個負能系統 是 那你就知道他大概就是 各行各業都可以 他都可以幫你找到一種 負能系統的模型 對啊 那科技不就是讓人類 過更好的生活嗎 你解決很多的方式 所以呢 華為為什麼呢 說很多中國人說要挺他 就是他是代表一個 中國人的根 讓你卡不住 那所以可以看到出來 中國大陸現在 因為華為不斷的突圍 說Q4的時候 中芯國際營收 大概來自中國大陸企業 比重來到了81% 是創了新高 另外呢 最近也有消息說 華為709010的晶片 會採取三奈米製成 但是我們還沒看到 相關的一個做法 但是有這個消息 還說要尋求 產業的全國產化 中芯要組建的三奈米 如果真的成功 真的是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亮點 這個成功搞不好 會擺在 Mate 70 是啊 如果真的真的成功的話 那不得了 那Mate 70算是很 跳了一擊 是啊 三奈米 這個我們台積電機是最厲害的 這個如果真的有 也很期待 還有呢 還有超音波的指紋專利 它是繞過了高通系統 另外更別說呢 它很厲害是什麼 它的折疊手機根據數字呢 是幹掉 即將在Q1的時候 把什麼 把三星給幹掉了 變成第一名 另外呢 其實中國大陸的 折疊這個市場 不只是華為 還有京東方 京東方說現在呢 也把三星在顯示器呢 現在已經把它給呢 多了保護 這個不是折疊手機 不是 是折疊 是顯示器 對 顯示器 顯示器 其實 我跟你講 這個東西就是 我覺得韓國人在估算 還是蠻準的 對啊 因為京東方一路在搶 韓國OLED的市場 沒錯 那本來大概只有2% 那大概前年到5% 那去年就 一下就跳到 將近20% 亮哥有說一個行銷學的 很大的觀點 就是一開始用的時候 是有一個小門檻 但是你破了那個門檻之後 會迅速 因為你口傳會傳開 對 那 我相信也是因為中國的產品 就優先用它 讓它扶植起來嘛 當然是這樣啊 然後再慢慢走出去 互相幫忙嘛 所以 一下可以搶到了 42% 對 42% 這相當接人 那三星是36 去年Q4的時候 對 這個 沒有啦 這個 所以我就要跟你講 那個各行各業嘛 就當 這個製造的技術 它已經擁有之後 那它能夠精密製造 要趕上世界一流的水平 那只是時間而已 就是你 你做夢大概也沒有想到 OLED的顯示器 它可以 這怎麼這麼短的時間就追過 韓國 對 追過韓國 對啊 我們都知道 但是呢 這也不用意外 因為我們也說 中文大陸這個造船業 是不斷怎麼樣 把呢 日本幹掉 把韓國幹掉了 所以呢 它造船也是很強 然後呢 它的這個 折疊的這個手機市場 現在華為也要把三星給幹掉 然後呢 折疊螢幕的部分呢 現在京東方也要呢 挑戰三星 那現在搞了半天 這兩個有關係 對啊 這會導致 中國的折疊手機更便宜 是 因為它就是不斷不斷做 京東方在做這一塊很強嘛 中文大陸 各行各業領域 都有它所謂的華為 就是標竿的企業 所以你美國真的 要好好思考一下 怎麼夯實自己的製造業 而不是只會打壓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 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 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 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由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層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要使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ul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何外的解控